後市怎樣看呢? 其實你看看亞洲交易時段的美股期貨 其實有些反彈 所以估計昨晚會跌得這麼淒涼之後 今晚有個反彈,一點也不奇怪 單從美股在亞洲交易時段已有這樣的啟示 加上看昨晚,剛才提到的道指 但納指其實昨晚也見過比較低的水平 去過14,170多 收到14,270多 即是被低位彈回百點 而穿過14,170多 其實這個位置曾經考驗過 之前納指的雙頂支持 因為之前做過雙頂 然後下到第三次衝上去 叫三次到頂移破 所以這個雙頂成為一個支持 成為支持 那昨天試一試下去 它被彈回頭 顯示這個雙頂有承接 所以因而出現短線反彈是毫不為奇的 只不過反彈完之後 後市會怎麼看呢? 會不會出現點題的四個字? 加個問號,七月崩盤問號 因為現在華爾街那邊 美國那邊正在問這個問題 七月會不會崩盤呢? 七月崩盤 你猜港股不多不少也會受影響 至少短線方面 長線可能會走到自己的路 但短線不多不少便會跟著 所以現在市場比較擔心 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如果大家都擔心 可以留意著幾個點 其中一個點就是 經濟增長的問題 經濟增長很多時候 就涉及疫情先 第一個 疫情究竟如何發展呢? 下一步都會影響著市場的情緒 特別是留意著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就是英國 其實昨晚市場也是在說這件事 因為呢 英國呢 即使這陣子 就不斷衝上去 新冠疫情 因著Delta 這個變異病毒 就不斷衝上去 過去幾天 都接近五萬 最新都是四萬 八都是接近五萬 但是呢 繼續開放 將大部分的防疫措施 就刪除了 基本上呢 就回復正常的經濟狀況 大家很擔心英國會怎樣呢? 會不會成為病毒變種 或者變種病毒 兩樣講法就可以 變種病毒的溫床 大量的病毒在混雜 越變越厲害 所以這個非常令大家擔心 而事實上呢 英國方面專家都說 這樣搞法呢 單日衝上十萬宗 都是無可避免的 這是英國方面的專家說的 留意著 英國的情況 會不會好像專家說得那麼糟糕 如果十萬之下呢 即是現在看來 可能一兩個星期 會不會充就十萬 如果充就十萬 那就可能 或者十萬以上 就可能令大家擔心 如果 沒有大家估那麼淒涼 因為呢 其實都不錯的 接種疫苗的進度都不錯 現在六成多了 適合接種的人 六成多已經打了 都越來接近 大家所謂七成人接種 就有了群體免疫的效果 接近的了 那究竟會不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即使呢 這個 一般叫金武裝 越航信 這個豪島 這樣的疫情飆升之下 都是開放的經濟 薄一薄 看看是否過不了這關 過不了這關 就富貴了 過不了呢 就閉毅 可能人民閉毅 富貴還是閉毅呢 在英國就是看這劑 這劑之後就決定了 所以看著英國的疫情 會不會衝上十萬以上 如果不是呢 可能呢 就令大家會安心點 加上看死亡人數 以重症人數 會不會呢 大幅就飆升 最近其實就 雖然新冠 新症就上升 但是呢 重病和死亡不是上升的 所以這 是令到約翰遜 夠膽 放寬措施的重要原因 所以看著這幾個數字 會不會有什麼情況 第二當然看著美國 美國呢 就兩方面 一方面呢 都是看著疫情 會不會再擴散 剛才說了 由一萬薄到三萬 都令人有點擔心的 那現在呢 看看不同的州份 會不會呢 或者不同的地方政府 會不會再次收緊防疫措施 以至影響到經濟呢 那現在最近呢 就是洛杉磯方面 又開始收緊了 要戴上口罩了 那其他的會不會跟著呢 如果每個都跟著 可能都會令大家擔心 這是第一個 美國要留意 第二個美國要留意呢 就是看著呢 經濟增長 會不會受到疫情 加上通脹影響 因為現在最新的數字 就顯示 美國的通脹 已經打擊到 美國人的消費信心 最新公布的7月份 物資根州大學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已經跌到80.5 是五個月低位 顯示呢 大家擔心通脹 令到消費意欲就下降了 所以呢 看著了 究竟美國經濟 會因著 因著消費者信心的下降 而受到衝擊 所以看著美國經濟的情況 當然呢 最後當然是看美股的技術走勢 會不會出現呢 就進一步轉換 剛才說了 短線有機會反彈 彈完之後 相信會再次向下尋找支持 以下尋找支持 會不會找不到支持 反而串底呢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字幕提供 還有子老師 予想請到 各著 兩兩年 你還不知道 你不太大 你不太好 那邊 你不太好